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盆景》刚才讲座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 它是一个很中国传统文化的很扭曲的一种审美观 那么我们通过《盆景》我们也可以想到 比如说我们人一出生就是被父母控制 然后你上学被老师控制 你工作你可能被老板控制 你结婚你可能会被丈夫或者是太太控制 那么就说没有绝对的自由 就是我们看到的盆景 那它也是植物它本身也是一个生命 所以说这是一个被控制的自然 这样一看 所以他说 《盆景》是一个中文文化的中文文化 它是一个美丽的东西 它是一个艺术的中文文化 但是我想说 好那说到almost there 就快到了 你会想到什么 快到了这个概念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我们告别了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 我们可能马上可能已经智能时代就快到了 那么我第一次来菲律宾 我对菲律宾没有任何就是对食物的感受没有 因为我选择了一个不吃不喝的这样一个行为作品的方式 做第一次这样一个展览 那么这次我快到了 第二次快到了 我来到菲律宾 让我真正体验了菲律宾很美好的一面 他说 好像很清楚 分约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чис个说好 到最近大离旁这些年纪 然后再说好 新年纪 一个更加勇猛 一个学生 就像我来自菲律宾 第一次 我初次活在菲律宾 从来后十年 10年以后 我们再次在菲律宾 所以我的初次 我没有经过 I may experience a bit about the Philippines But the second time around that I came here Which is this time I'm almost there I saw the beautiful side of the Philippines I'm almost there